前面就是澳门必来的打卡地点 大三八 这就是那个卡锡咯 这里的来就是从这里来的 Oh my god 来全香港最好吃的酸辣粉 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五天十夜的香港之旅 大家早安 现在是早送的六点钟 然后我们这么早起老师 我们这么早起床是为了去马克 耶 现在到了Sunny Bay 然后我们要在这边转那个巴士 就是这里B5你们跟着出去 然后去到B5的巴士站 这个我们要到去那个香港的口岸那边 我们快到了 我们要到客户里面哦 我爱你了 到了这个Hong Kong Port 长得好像机场哦 记得哦 这个填了 在飞机上填的那个纸不要丢掉 然后 因为你们过这个 Customer的时候 需要到这个 然后你们可以来这边买票哦 买票就是通往那个 澳门的巴士票 直接从这个Machine 这边买就好了 然后就按购票 然后往澳门 然后导张一张 然后确认 然后可以用巴达桶来附 然后就可以了 登登 就出来了 看吧 然后就跟着这里去坐那个巴士 然后就拿这个这个票 一直跟着走走走走走 然后就可以上巴士 然后现在就开始去澳门 总共要坐一个五十分钟哦 就是香港去澳门的海岸 记得坐右边哦 有边边有没有 我们现在到澳门的卡斯塔了 我们现在要坐巴士去大山巴 你们出来过海关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巴士 我们现在到了大山巴的站 然后下车 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 耶 这是我们今天要吃的 圣祭白粥 我们预备了 当时的花粉桌 还有面 还有这里的萝卜糕是长这样的 IV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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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有吃吗 还没有哭 没错 呃 它这边的话价钱还不会很贵 其实是算是比香港便宜啦 然后味道的话就 okok啦 咯咯我们现在去哪里 现在你们去大山巴 那个澳门的门 不要去吗 不要啦 不要吗 都有了 马克你跟阿梅去咯 当然你还不去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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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多个月了哦 那有你 哇 这个也是到哦 我们现在在观野街 这里有很多吃的 还有很多药房店 现在我们跟着楼梅走 楼梅讲这个鲜奶 吃名的酸皮炖奶很好吃 我们去试一下 就是这个酸皮奶 走我们进去看 我们叫的奶全部来了 叫了一个木瓜西米露 热柠檬茶 还有热奶冻奶跟 酸汁壮奶 好吃好吃 可以来 做什么 你要喝奶 难道这里的奶 这里的奶 这里的奶 从这里来的 oh my god 怪不得 可以真的 可别好喝 好可怕 我们喝奶 喝了 90块 够了 好可怕哦 虽然是贵 可是 好吃 可以 可以 我不会 每天天来吃 可是我至少 我会一个一个月 来吃一次 哇 下个月再来啊 nice 姐 这里是哪里哦 新马路 啊 刚刚那边又新马路 这里又新马路 这是新水溝 oh my god let's go 这里好多人啊 全部有很多手信店 尤其是卖很多那个 这个肉干 超级多 我们到了 我们的大山吧 哇 哇 那边很多人怎么拍照 这个叫做大山吧 这是以前葡萄牙图制的 然后他们就 建了一个防御们在这里 所以我不要看他们以前葡萄人 所以 要亲替他们的时候 就建一个葡萄人 就是为了防御他们 可是这门是一个假餐 因为他们是包包的 一块东西 嗯 大家 你们觉得 对不对呢 大家好 我是马牛 我们来到这边 是 这个是一个 澳门的一个景点 你看 其实这边的建筑 左边右边 它都是 比较像是 那种欧式的风格 来到了最高顶端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哦 这里里面就有一个时空穿梭 就是应该里面也是讲历史的吧 然后要买票的 下面是地下圣堂 它是一个牧室 里面就是国务馆呢 然后是关于基督教跟天主教的 这个就是大山巴的杯面 这个就是大山巴的杯面 我们现在来到了澳门的新赌金赌场了 这里里面就是新赌金的酒店 然后对面是那个Casino 这个就是那个Casino 现在要进去见识见识 OK我们刚刚从那个赌场出来了 然后里面的那个赌注都好贵哦 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些怎么就出来了 现在要去威尼斯人 我们现在来到了威尼斯人 小小的欧洲 这里是London 那里是Paris 里面是Venice 哇 这里就是伦敦伦巴黎人 欢迎来到威尼斯 哦 这里也有赌场哦 这边左边是赌场 然后它上边赌啊 现在去着Gram Kello Shop 就是这里啦 登登登登 假的威尼斯 哇 那里还可以坐船 我们现在要回香港啦 怎么去又怎么回 现在又是要搭那个 101X的那个 租港澳大桥的巴士 然后去到那边 我们现在回到来香港了 然后现在要走着去坐巴士 然后回广国吃满餐 我们现在要来吃金黄冰室 我们现在要来吃金黄冰室 加了一杯冰室 它就是这个冰宫 已经腌过前前两个人 然后加着7000 3 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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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得懂什么叫正宗的菜式 哇 因为我在马里这都没有吃过 我们预备完了 然后全部都到了 这星座米粉 一样的炒饭 车仔鸡巴 这个是炒冬面 整体来说怎样? 我个人觉得 过往是香港的炒饭 会不会很像有点偏油 偏油偏咸 然后 不是很推荐啦 OK啦 这是 必喝的 椰子大王 现在吃它的椰子大王 椰子大王 快速 哈哈哈 哈哈哈 叶子叶子 叶子叶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哪一味啊 椰子 哪一味 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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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拍椰子大王 这个 这个 酸辣粉 跟这个烧麦 来 全香港最好吃的酸辣粉 酸辣粉 的味道 是好吃的 可是没有到 每天拍要吃 很好吃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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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说的一切 都 都要 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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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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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看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地方也没有人熟悉 TVB每一个场景 都会在这里看到 登登登 今天的行程 以我的大肚子结束 再叫晚安 明天 早上 今天是我们 最后一天 然后我现在 去吃早餐 现在来吃这边 Dim some here 叫做点心道 吃早餐 我们来吃一下看 有没有第一天的点心店好吃 这一间就一般般吧 就有点像 马来西亚平时吃的点心店 吃他们的食物还是很新鲜的 还是不错的 只是 没有我们第一天吃的好吃 我们看我的姐姐被咬咯 她被那个 BIG BOX咬 OMG 你看那个人也是 好烤的 有没有 晚早餐 我们现在来到了星光大大 登登登登登 现在来到了这间小红薯推荐的Potato Corner 吃薯条 这个一个道钱 这个48块 然后什么口味 这个是起司 然后这个是wasabi 没有 的抹茶 TOKYO 然后我们要喝它的抹茶 就是这个 68块 有五成一 就是抹茶雪糕 然后抹茶洞 最大便先 奶油 很饿心 然后这是奶油 还有雪糕 还有咖啡洞 现在来到了这间南矿园 然后我们要点一杯奶茶 登登 这就是我们的斯瓦洞奶茶 好喝吗 好喝啊 好喝啊 我们现在要坐巴士去机场了 然后我们发现哦 坐巴士哦 比那个飞机场的那个train哦 便宜很多哦 请大家一定要坐巴士 拜拜 Hong Kong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现在到了机场 哇 你看这个人 自动走了哦 那个 这个是Tesla的luckage 看他要买的 看他买的 然后现在要check in 准备回马来西亚咯 你们去推那个巴达桶 推了多少钱 我们看500多块 怎样推 就是哦 你这边 你一开始来这边的时候 你不是要买那个ticket的时候 你买ticket那边 就是退ticket的 哦 一模一样的地方 然后 可是他要charge一个11块钱 每个卡要charge一个11块 对 然后那个卡又再还回去给他 然后我们把里面的deposit的钱 全部退回来 对 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五天四夜的香港之旅 OK 住宿方面 满意吗 我们因为我们很临时零级的要来香港 然后那些酒店又很贵很贵 那种比较便宜的又全部被bub了 所以我们就买了我们的重庆大厦菲律宾 Hotel 然后他其实那个重庆大厦里面没有讲很可怕啦 是还是可以接受啦 只是那个hostel的话就很小很小 然后他们里面的那个卫生环境也不是很好 可以睡是可以睡 可是只是太小 然后还有还有很很有一点不干净 还有我们被那个bate box咬了很多 所以如果那些只是女生来旅行的话 劝你们最好不要来这个重庆大厦啦 要有男生陪伴会比较好 然后吃的方面 是跟马来西亚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是这里的店鸡也比较好吃 对这里我们的第一餐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餐 其他我们都觉得很normal罢了 然后这里的消费也会比较高一点 很高 真的很高 就是差不多跟 double 马来西亚的double 吃东西很贵 交通方面也是比较贵 可是你们一定要买那个bata tomb 就会很方便了 经典 还有经典 最喜欢的经典 讲真的 这里最好玩的经典 我觉得就是disneyland 因为其他也没有什么经典 我看看吧 就 看看他们的楼啊 楼啊 全部楼啊 都是看看 然后还有那个夜景 那天我们爬山的那天 他是很好看的 然后 可是我会比较推荐你们真的是去爬那个山去看 而且还是免费 就不用买那个去那个太平山那边 上 坐缆车 上 然后那个又比较贵 然后他讲那个夜景没有这么美 我上过两个都没有都不美 然后那个 帕山的就很美 帕山的很美 然后还有disneyland的话 我是觉得这边的disneyland 很小 可是我们弯弯差不多弯弯全部的东西了啦 然后那个烟花也是好看的 只是我会觉得这里的那个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没有比 嗯 他们不会笑的 他们就没有微笑那些 可是如果是 至少他没有骂你啊 嗯 如果是日本的话是真的是全程面带微笑 然后还有这边的这边的人他们会比较紧张也会比较急 然后也会比较有时候会骂人 所以你们吃东西的时候要快什么都要快 对我们那一天去那个上伞的时候做bus他要被骂 真的 很惨 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可以来逛逛走走吃吃喝喝的地方 嗯 可是不用来这么多天啊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东西走爆 就真的是吃喝爆 拜拜 所以我们这五天四夜的旅行结束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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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什么 所以这是我发生什么时间来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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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